看看新闻网 满足就可以 那现场作为导师的反应 谁给你特别印象深刻 或者说谁能说的一些话 给你印象深刻 韩红老师和王伟忠老师 印象挺深刻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因为我当时在参加声音的时候 我唱的是 因为我本身是维吾尔族 我没有唱本民族的歌曲 然后他们给我的建议是 可以让我和本民族的歌曲 和现在的流行音乐相结合 这样子送给他们 我说我会努力 那你觉得就是 像你外星也挺帅气的 然后外星挺帅气的 唱歌也不错 那自己有没有对 成为中国偶像有信心 我觉得这个信心肯定是要有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享受的就是这个比赛的过程 因为这个比赛的过程 可以让我学习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让我提高自己 只要慢慢想着这个过程 对我来说就OK 不用特别去在乎结果这样子